今天的内容我们来说差距本质 毕业后不同人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 除了运气和家庭关系 毕业后不同人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内部归因对比外部归因 在个体成长与发展的道路上 最重要的一件事可能就是 把别人的问题转化为自己的问题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同事 在他眼里问题基本上都是别人的 单位那个领导总是对自己以止气势的 还特喜欢拍马屁看到就烦 追了好几个女孩子都悲剧了 感慨现在的女孩子都败金 之所以悲剧都是因为自己没钱 可我和他的领导交流过 他的领导人其实还不错 他所谓的以止气势 不过是安排工作 他眼里的上司拍马屁 其实是很好的贯彻上级的指令 至于被女孩子拒绝 没钱确实是一个原因 但真的不是唯一的原因 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人其实是有心理防御和保护机制的 以此来维护自己脆弱的自尊 以及下意识地推卸一些责任 正因为如此 很多人其实很难听得进不同的意见 或者相反的声音 遇到问题时的本能反应 也是归咎于外在或他人 这很正常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这个倾向 可是这种思维和心态是非常有害的 因为一旦我们有这种思维和心态 那我们就似乎看起来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了 一切问题或关系都变成了都是你们的错 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就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也就因此错过改进的机会了 我们如果要真正改变现状 解决问题 实现自我提升 则必须转变过来 把别人的问题转化为自己的问题 一旦你转变成这种思维方式 你就会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你不再抱怨公司的缺陷和不足 而是欣喜地发现 这些都是让自身价值变现的机会 否则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你不再对薪资斤斤计较 因为你明白 只要自身价值能够真正提升和体现 即使老板不加薪 外面的机会也不少 你不再局限于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 而是想着做更多的事情 承担更多的责任 因为这些都是你了解行业 并进行自我价值提升的大好机会 第二个 成就动机强弱 曾经有老板问这样一个问题 有个月薪三千元的妹子 编的稿件漏洞百出 我怒拍桌子 她却回了句 一个月三千元工资 你还想怎么样 我该如何教育这样的员工 是直接开除还是教育呢 下面一堆人冷嘲热讽 坚持认为妹子怼得非常正确 我拿多少钱 就给你干多少活 如果钱没给到位 我那么拼干什么 当然 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 就完全是错的 但是 对于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而言 这真的是有害而无利 倘若是我的话 即便暂时工资低 假如没有其他选择的话 我也会努力把这份工作做到最好 不是为老板考虑 而是为自己的将来着想 倘若我们能把打工者心态 转换为创业者心态 局面就会完全颠倒过来了 这时候 工作就不再是一份 聊以糊口的苦差 而是学习积淀 提升自我的平台 我们可以深入其中 了解行业和业务 提升技能 积累经验 甚至以后 自己跳出来创业 当然 你也可以不用闯业 但这种心态 仍然会使工作有较大的改观 而且 有了提升和积淀 做出了成绩之后 也是未来跳槽最重要的筹码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 除了观念和认识 还有个关键的因素 即成就动机 每个人都想获得成就 但动机的强烈程度是不同的 我们要区分 伪成就动机和真正的成就动机 看以下四条 一 高目标 愿意接受有挑战性的任务和目标 二 主动性 不用他人监督和督促 而是自动自发和自我激励 三 坚持不懈 在困难面前不轻易退缩 而是积极努力 坚持不懈 四 持续改进 对工作精益求精 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和方法 如果你符合这四点 你就真正的具有很强烈的成就动机 否则 那就是伪成就动机 或者说 其实你的成就动机不强 只是你以为自己强而已 第三个 人际关系中利益的处理 人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 但应区分小利与大利 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 我们应当与人为善 但这里并不是说要多善良多高尚 而是要照顾到别人的利益和感受 只有兼顾他人的利益 别人才愿意跟着你 你才能带领其他人完成工作 实现目标 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得者 人之所得 使万物 各得其所欲 当我读这句话时 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得 就是让世界万事万物 各得其所欲 父母要颐养天年 要过得舒心舒坦 所以我们要孝顺 关心他们 子女要健康快乐地成长 要开心快乐 所以我们要关心呵护他们 伴侣要和你在一起 要幸福 要爱情 所以我们要疼爱体谅他们 上司想要团队成功 要绩效 要收益 所以我们要支持尊重他们 下属想要不断成长 要学习 要进步 所以我们要培养辅导他们 朋友想要从你这里 获得一些利益 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 帮助他们 当然 我们也是万物的一份子呀 我们自己也要得其所欲呀 所以 得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尽可能满足 我们和周边人与物的利益和需求 同时 又不至于过分委屈和压抑自己 内部归因 让自己真正的承担起责任来 成就动机 驱使自己不断成长与进步 人际关系中 妥善处理好利益 让自己能够借助他人和团队的力量 能够做到这三点的人 成长速度不可能慢 从长远来看 也是不可能被埋没的 剩下的 就需要一点点机缘了 那就把结果 交给时间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很多人热衷于学习各种时间管理的方法和技巧 以成功人士为榜样 给自己安排详细周密的计划表 并运用各种各样的软件与工具 然后过段时间多半就没有然后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热衷于所谓的时间管理的人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欲求不满 想要努力上进却屹力不足 不能持续 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 另一种则是工作琐碎 任务繁忙 或是外在干扰过多 没法自我掌控 以至于力不从心的人 换句话说 大多数人之所以无法有效地管理好时间 一是因为懒散 动力不足 二是因为干扰过多 无法自我掌控 这两个问题其实都难以通过各种流行的时间管理技巧 来真正解决 要真正解决时间管理的问题 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动力方面 二是时间的自主权方面 第一个动力 为何会缺乏动力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周围的大环境不良 缺乏比较对象 也就没有目标和动力了 二是努力过程中缺乏反馈 动力无法持久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受周围大环境的影响 假设你是一个学生 你周围的同学都逃课 完全无心学习 平时从不努力考前突击 甚至连突击都懒得进行 考试靠抄袭 甚至连考试都懒得去 时间久了 你也会受影响 又或者工作了 周围的同事都是得过且过婚日子 或者干脆提前养老 一两年下来 你就很容易被同化 就算不被同化 你的学习尽头也不足了 什么计划或者时间管理之类的 通通懒得去做 二方法不奏效 缺乏良性反馈 空谈意志力是行不同的 人的意志力都是有限的 没有正向的反馈和刺激 真的没几个人能坚持下去 比如我在互联网上 写了很多篇文章 现实中也坚持写作 思考和开发课程 很多人可能觉得 我有很强的意志力 实际上 这是一种假象和误解 意志力固然是一方面 可是正向的反馈和刺激 可能更为重要 学习或工作的成就感 胜任感 自主感 以及外部的反馈和认可 是影响动机的 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 认真写一篇文章 讲一个观点 把它写好 讲清楚 自己有胜任感 第二个 别人的点赞评论 关注 让自己有成就感 第三个 能挣稿费 签约费 有外部的物质激励 这些都属于正向的激励 要是没有的话 肯定过不了多久 我就放弃了 第二 如何给自己动力呢 一 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 挑出自己狭小的圈子 接触那些优秀的人 感受他们所做的事 体验那些波澜壮阔 与五彩斑斓 见识与精力 是获得动力的重要途径 二 寻找实现目标的靠谱方法 慢下来 分析目标和过程本身 找到正确的方法 取得正向的反馈 第一 目标要合适 稍微跳一跳就能达到 如果目标太高 太困难 那是很令人沮丧的 比如 两百斤的胖子 一下子要减九十斤 太困难了 还不如先保持体重 不继续增长就行 越是小的目标 越容易实现 而一旦实现了 则会给我们提供 正向反馈和刺激 激励着我们继续向前 第二 分析事情本身 把握规律 取得好的效果 比如 你想做新媒体 那就得去分析和琢磨 点赞的 一般是引起共鸣的 点赞表示别人认可 别人关注你 一般是因为 别人觉得关注你 能够获得一些价值 像剥洋葱一样 层层地深入分析 怎样才能引起 别人的共鸣呢 是追热点 煽动情绪 讲故事 还是抖机灵呢 怎样才能传递价值呢 看美女是一种价值 可愉悦身心 所以你长得很好 照片就可以细分 好文章是一种价值 但要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那就要去提升写作技巧 做什么事情 不要光靠努力 或是所谓的意志力 而是要找到方法和技巧 获得好的成果与反馈 这样兴趣才能被激发 行为才能得以持续 所以时间管理的第一奥秘 其实不在于管理时间 而在于激发动力 并且找到正确的方法 使自己能够沉浸其中 从而完成任务 达成目标 其他的各种时间管理工具 或APP 更多的是其辅助作用 它们最大的作用 是帮助你分清事情的主次 梳理事件的时间 逻辑和顺序 那关于时间自主权 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接着上集的内容来说第三项 任务分析合理规划 时间管理的真正精髓 其实不在于规划和管理时间 而在于对不同的任务与活动 进行分类与规划 比如消费性的时间 来换取生活所需的时间 投资性的时间 投资那些能给我们带来 长远价值的活动的时间 损耗性时间 花费在意义不大 却又不得不去做的活动的时间 享乐性时间 从事给我们带来 及时身心愉悦的活动的时间 我们再把一些具体的事项 填充进去就更直观了 消费性时间 比如处理工作事务 下班买菜做饭 陪客户娱乐 投资性时间 健身锻炼 读书写作 培训学习 损耗性时间 交通堵塞 无效的社交与聚会 约会迟到的等候 第四个是享乐时间 玩游戏 看泡沫剧 和朋友开心K歌 与朋友逛街 这样一来 时间管理就变成了 任务分析 与代办事项管理 而时间管理的奥秘 其实就在于 时间的分配 我们把时间 投入不同的项线里 就会有不同的收益 投入消费性时间 意味着我们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 来应对外界的琐事 会有很多忙不完的工作 做不完的事 当然 我们会得到相应的 补偿和报酬 投入损耗性时间 意味着我们在做一些 没有价值的事情 比如上下班的交通 约会等人的时间 短期和长期收益 都无法获得 但似乎也没法彻底回避 投入享乐性时间 能够获得及时的 瞬间收益 但过度享受 会让我们沉沦于此 甚至上瘾 变得越发懒散 堕落 而且会让我们 未来的时间 慢慢贬值 投入投资性时间 能够给我们带来 长期的收益和价值 让未来的时间增值 但是回报周期较长 当前很可能 没法立即见效 而且往往需要 耗费很多脑力 四种时间是一种组合 我们可以 以一天16小时计算 来分配 在这些时间上的比例 大多数人在消费性时间上 就占据了一半多 享乐性时间 又占据了四分之一 还有15%的时间 则被各项事情消耗了 真正帮助自己 未来增值的投资性时间 估计最多只有5% 这也是很多人 数十年如一日 辛劳一生 还处在社会底层 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的 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他们往往都不注重 投资性时间 只注重消费性时间 和享受性时间 只做眼前重要和紧急的事 凡事有因必有果 一个人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有怎样的生活或状态 是由他过去时间里的活动 与决策所造成的 反之 一个人现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 又会决定将来他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以及有怎样的生活和状态 如果我们每天 投资性时间在四小时以上 我们未来的时间就可以得到增值 我们稍微控制一下 消费性时间和损耗性时间 比一般人分别降低五个百分点 同时在人生早期大幅增加投资性时间占比 力图达到25%或更多 享乐性时间降低十个百分点 那么随着未来我们时间的不断增值 我们只需要花费少部分的消费性时间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来投入投资性时间和享乐性时间 最终就会慢慢进入 时间管理的良性循环 这才是时间管理的真正秘诀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上集的内容来说 时间自主权 时间管理的本质 其实是时间资源的合理分配 可很多人的问题恰恰在于 时间是没法自由掌握和支配的 本想周末专心地看书学习 好朋友却叫你去逛街K歌 本想着报个培训班考个证书 结果公司天天加班 累得你回家就瘫软在床 刚拟定一个工作计划 第一件事还没完成 不速之客就到访了 刚准备写个方案 客户投诉又来了 一天下来 大半时间都被他人占据了 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所剩无几 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 减少任务事项 这方面科技界的两位大佬 堪称表率 一位是Facebook创始人 扎克伯格 另一位是苹果的创始人 乔布斯 扎克伯格每天都穿 同样款式的衣服 因为他觉得 每天都有着很多 比着装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所以没必要在穿衣服 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 乔布斯基本上也是黑色T恤 加深色牛仔裤 理由是一样的 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极端 但很有必要反思一下 我们的时间究竟是如何安排的 可以记录下最近每天 你都做了些什么 其中哪些是可有可无的 常见的低价值高消耗的事情 包括以下几点 一 看电视剧 尤其是肥皂剧 二 频繁地刷微博朋友圈或头条 三 因为某些社会热点 在网上与别人无谓的争执 四 漫无目的的社交 无意义的聚会 五 追星娱乐八卦 把过往的时间安排记录下来 而后进行分析和优化安排 这更加有利于 我们充分利用时间提升效率 比如有一段时间 学霸马东涵的时间记录表 在网上流传 他把一天24小时分为13块 每一块都有对应的明确任务 有人学习了他的时间记录表后 发现自己的效率有明显提升 第二项 学会拒绝 我们的时间很容易被别人偷窃 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敢 或不善于拒绝 怎样才能更好的进行拒绝呢 一 学会自我坚定的沟通方式 有一个与拒绝相关的概念叫 自我坚定 冷静而正面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为自己抗争 坦诚清晰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看法和感受 既不威胁他人 也不被动服从 首先 我们必须在观念上认识到以下几点 一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的利益都应当被考虑和照顾 二 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同时要求对方考虑和照顾自己的利益 三 除了必须履行的职责 我们对他人没有帮助的义务 其次 态度一定要坚决 即便对方一再请求 也毫不犹豫地拒绝 A挺擅长做设计 B请他帮忙 A说 我最近有点忙 B说 不会很麻烦的 要不了多少时间 A拟不过 只好帮忙 结果发现其实相当麻烦 花了他好几天的时间 如果A能够明确拒绝 抱歉 我最近很忙 事情也多 而且都挺费事 没法帮你了 那么就不会有后面的麻烦了 第二个 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 针对对方的请求 提出对方没法拒绝的建议 或者解决方案 A挺擅长做设计 B请他帮忙 A说 我最近有点忙 B说 不会很麻烦的 用不了多长时间 A说 这个还是有点复杂 我最近也忙 没法帮你了 不过我有个朋友 专门做这块的 收费也很便宜 我推荐给你吧 很多人担心 这样会不会没朋友 在职场上寸步难行 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吧 美国康奈尔大学 劳资关系学院的一项调查 分析了职场人员的随和度特征后发现 性格随和的员工的薪酬比带刺的员工低18% 不少人有个误解 老觉得做个老好人 才能在职场中混得好 可实际上 疑人性太低 固然会招致很多人的反对和敌意 但疑人性太高 也未必是好事 因为那从另一个层面说 你这个人太没立场 真的很好摆布 越是往上走 就越会涉及各种复杂的利益和争斗 如果你没有主见 凡是任人摆布 自然是走不远的 所以不用担心拒绝别人 会导致自己寸步难行 要敢于且善于拒绝别人 减少他们对自己时间的消耗 那关于时间管理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让内容转变意识 走出职业发展的迷茫期 如果你已经工作了 但是现在的工作一直都是打杂 感觉没前途 其实多半是自己的过往造成的 你的过去造就了现在的你 你的现在造就了将来的你 唯有认识过去 方可了解现在 唯有把握现在 方可改变未来 所以我们就需要对现状进行分析 并采取行动加以改进 我们可以沿着 有点到面 有小到大的思路 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 岗位 你的岗位是什么 主要工作内容和职责是什么 工作量如何呢 你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你向谁报告 谁向你报告 你的工作过程应怎样加以改善 第四 你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 你怎样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品质 第五 你和公司内或公司外 哪些人有定期性的接触 涉及哪些内容 你是怎样和他们打交道的 他们对你的评价如何 六 上司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对他的了解程度如何 七 平时你和上司主要的沟通方式和内容是什么呢 你是如何向他汇报与沟通的呢 他对你的评价如何呢 八 下属在知识技能和经验上 必须具备哪些资格才能完成你现在的工作 九 你的业余时间都做什么 具体如何分配的 第二个 组织 一 你们公司有哪些业务 核心业务是什么 业务流程如何 关键环节是什么 二 公司成立多久时间了 规模多大 公司偏重什么样的文化 三 公司人员素质如何 四 公司哪些方面是你喜欢的 哪些是你不喜欢的 五 公司组织架构如何 你能否详细地画出公司的组织架构图 六 公司有没有相关的培训 有的话 你掌握程度如何 没有的话 你是怎样自我学习和提升的 七 你的职位在公司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有何晋升通道或发展空间 第三大项 行业 一 行业发展阶段和水平如何 是新兴行业还是已趋于成熟 二 行业领先的公司有哪些 你们公司处于什么样的行业水平 主要竞争对手有哪些 三 行业的关键交易环节如何 主要参与者都有哪些 第四大类 职业 一 你的职业是什么 有哪些职业类型 发展空间怎样 二 不同职业薪资水平如何 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任职要求是什么 三 评估自身 你感觉差距在哪里 如何弥补 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或只是想想而已 没有付诸努力进行思考和行动 浑浑噩噩 那么你就很可能陷入职业平静 所以 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职业发展 真正负起责任来 多花些时间和精力 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 不要等到自己后悔的时候 才发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或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成本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这些话题 高效沟通 一种很酷 很有用的沟通学问 沟通理论中有一个很有名的 沟通漏斗模型 第一项 我知道的百分之百 我想说的百分之九十 我所说的百分之七十 第二项 他想听的百分之六十 他听到的百分之五十 他理解的百分之四十 他接受的百分之三十 他记住的百分之十 这是因为在沟通的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种种障碍 包括来自信息发送方的 信息接收方的 以及来自信息传递环境与渠道的 一 信息编码时 也就是表达 思维混乱 逻辑不清 用词错误 词不达意 不善言辞 口齿不清 居高临下 或唯唯诺诺 态度或情绪有问题 第二个 信息解码时 也就是接收 先入为主 选择性倾听 情绪不佳 信息失真 敏锐度不高 没有听出言外之意 因为害怕或担忧 而不敢反馈或发问 第三个 信息传递上 也就是渠道和氛围 诸如传递人数过多 环境或时机不对 等因素 也可能影响沟通的效果 为更好的实现沟通的目的 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提升个人沟通技巧 二是改善沟通环境与氛围 为提升个人沟通技巧 我们需要从沟通的关键环节入手 这些关键环节 包括表达 倾听 整合 与反馈 在我们进行表达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用两个字来概括 逻辑 举个例子 你给上司汇报一件事情 王总来电话说他五点钟不能参加会议 李经理说他可以晚一点开会 把会放在明天开也可以 但是十点半以前不行 张科长说明天较晚时间 才能从北京赶回来 会议是明天已经有人预定了 但星期四还没有人预定 会议时间定在星期四十一点之后 似乎比较合适 您看可行吗 领导本来就忙 听你讲这一大段话 都不知道你讲了什么 最后听完了 还需要自己重新对你表达的内容进行梳理 这就是典型的说话没有逻辑 让人抓不住关键和要点 我们换成如下的汇报 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可以将今天的会议 改到星期四十一点之后开吗 因为这样对王总和李经理都比较方便 而且张科长也可以参加 并且刚好只有本周四这一天 会议室还没有被预定 这样一来 你的上司很快就能搞清楚 你说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该怎样锻炼语言组织能力呢 一 结论先行 先说你的观点和结论 这样别人就可以很快把握住关键和要点 从而大大提升沟通效率 像上文这个例子 可以直接先抛出结论 能否把会议改到星期四十一点之后开 第二个 解释因果 当你推出结论的时候 别人肯定会有疑问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有什么逻辑和依据呢 这时候就需要进行解释 把其中的逻辑关系讲清楚 之所以得出结论A是由于B 三 结构化思考 结构化思考的本质是分组和有条理性 有纵向答疑和横向结构 纵向答疑就是由结论开始 下一层次回答上一层次的疑问 这样不断深化 横向结构呢 则符合MECE原则 分组的时候 不同组之间应当相互独立 而又完全穷尽 提升表达能力的关键 其实在于思考分析能力的提升 语言是思维的外显 表达不清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思维混乱 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 说不清楚是因为 你根本没有想清楚 因此我们讲话的时候 要先过滤 把要表达的资料过滤一下 浓缩成几个要点 并且一次表达一个 讲完第一个再讲第二个 另外 注意使用双方都能听明白的字眼或词语 否则那真是秀才遇上兵 有理说不清 现在流行的新媒体写作 本质上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专业人士 知识储备非常丰富 但就是不说人话 所以写出来的文章 别人都看不懂 这样自然没法吸引粉丝 更不用说传播和推广了 二 倾听 有两个关键因素会不利于倾听 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 对别人的利益和需求 漠不关心 另一个则是态度和倾听技巧 比如先入为主的态度 以及一些不良的习惯 如何提升倾听的能力呢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集中精力 排除外部干扰 积极投入其中 环境和时机不佳 事情重要 但不紧急的话 就可以事先安排好时间和地点 一旦开始沟通 则可暂时抛开其他事情 接下来进行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有开放的心胸 注意自身的情绪问题 并克服偏见 不要急于下判断 这样才能为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 奠定基础 在沟通的过程中 首先 可多使用一些鼓励性的语言 自己少说多听 积极引导对方表达 不要随意打断对方 其次 可适当重复 适时适度 重复对方刚才的观点 再次 及时回应和反馈 适时微笑 并用语言响应 哇 真的吗 对 不清楚的时候 则发问 并要求对方澄清 最后 使用肢体语言 如微笑 点头 身体前倾等 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内化于心 外显于形 真正具有开放的心胸和同理心 同时 及时回应和反馈 使用肢体语言等 那关于第三项 整合与反馈如何理解 下一集 我们继续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接着上集的内容来说第三项 整合与反馈 当人们进行沟通的时候 一方面意在倾诉 另一方面 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 这里介绍一个非常适用于辅导和教练的 九步CT脱困法 我在咨询过程中 就经常用到这个套路 比如 有一个女大学生与你沟通 并向你寻求帮助 因为她觉得 我的专业真没意思 你如何帮她走出困境呢 第一项 玄置其情绪 与困境和问题相伴随的 往往是强烈的消极情绪 这些会阻碍她进行思考 所以第一步 就是安抚她的情绪 让她冷静下来 我们可以先保持耐心 听她诉说 然后引导她 跳出情绪 就问题本身进行分析 我明白你的感受 也理解你 不过抱怨终究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们先冷静下来 想想具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 切不可一开始就指责 批评或计讽 第二个 还原其想法 困扰我们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因此 我们要做的第二步 就是努力把她 原以为的事实 还原成想法 让她明白 这仅仅是她个人的想法 不一定是客观事实 这个专业没意思 应该只是你的想法 对吧 但事实上 恐怕未必是这样 第三个 辨识其目的 待她情绪缓和 也意识到 这很可能 只是她自己的想法之后 继续沟通 你究竟想通过这样的想法 或说法 达到什么目的呢 对你的工作和生活 是否有积极促进作用 还是只有消极的阻碍作用呢 第四步 分析其后果 消极的思想会变成消极的事实 消极的事实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消极的思想 并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需要引导她去分析这种想法的后果 让她自己也警惕起来 如果你一直抱着这样的态度或想法 很可能你就不愿意去努力学习 思考和钻研 到最后 你会觉得专业越来越没意思 最后可能真的什么都学不到 说不定后面找工作都是大问题 所以重要的是 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应对和解决 对吧 第五项 明晰其概念 概念是理性思维的起点 概念模糊不清 是导致思维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这样问她 没意思是什么意思呀 真的是专业本身枯燥法味 还是因为专业冷门呢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呢 第六项 澄清其问题 回到当下的问题 这个专业真没意思上面来 显然 这样的问题表达方式过于抽象 因此也就注定无法进行 清晰的思考 并得到有效解答 为此 我们就需要澄清问题 以便让问题 变得更加具体一些 我们可以这样问她 从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种感觉的 究竟是专业太难 学不进去 还是你不想好好学呢 到底是哪些方面 让你觉得没意思呢 经过不断澄清之后 真正的问题 也许才逐渐暴露出来 真正的问题暴露出来之后 很可能并不是 我们原以为的样子 或者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严重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问题的解决方案 也很可能就随之浮现了 第七项 质疑其理由 我们的观点背后 一定有其理由 要想改变 某个特定的想法 最好的方法 就是来个釜底抽薪 我们可以找出 支撑她的理由 然后审视和质疑其理由 我们可以这样追问她 是什么让你觉得 这个专业没意思呢 然后进一步问她 你说的这些理由 真实可靠吗 支撑理由的理由是什么 再追问 上述理由 能推出这个绝对 夸大的结论吗 推理过程 有没有不严谨的地方 有些时候 为了解决问题 就必须揭露一些错误 一味回避是不行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谨记 这样做的目的 在于帮助其提升和改进 同时语气 也要稍微委婉些 第八项 改写其思想 帮助她把问题 抱怨 转化为目标 与新的积极的问题 假设她抱怨 这个专业真没意思 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及格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帮助她 改变思想 那现在面临的真正问题是 如何去把这些课程 重新学好 最后一项 寻求好对策 思想改变成功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引导她 开动脑筋 积极寻找对策 来解决现实问题了 这是可以引导她 使用一些有效的思维方法 如结构化思考等 以上就是九部CT脱困法 具体的方法和流程 在这个过程中 先把情绪处理好 并让对方意识到 其观念或想法 可能存在的问题 及其消极后果 然后聚焦于问题本身 不断澄清细化 发掘根源 寻求改进对策与方案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 改善沟通环境与氛围 所有的沟通不良 都是人际关系不良的表现 所以除了沟通的数 我们更应当注重沟通的道 即人际定位与原则 如果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对人不礼貌 轻慢对方或是态度粗暴 那么所有的技巧都无法奏效 第一个不礼貌 半听不听 东张西望 没有回应 摆弄物品或有其他小动作 第二个 轻慢对方 继续自己的工作 中途接待他人 频繁接电话 第三个 态度粗暴 频繁打断对方 过早下结论等 在组织内的上下级沟通中 最常见的沟通障碍 是由双方地位差异造成的 尤其是权力距离 相差较大的个体之间 上司可能存在的沟通障碍 包括自以为是 独断专行 喜听好话等 下属则相反 很容易因为对权威的畏惧而畏缩 有意见不敢表达 有问题也害怕自询 对上司而言 需要做的是放下身段去倾听 培养好的情商 发挥同理心 对下属来说 则需要在尊重上司的同时 主动进行沟通反馈 有问题时 不要害怕去自询 甚至要求上级澄清 最后 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理解沟通能力 沟通力等于准确理解对方 加清晰表达自己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该选拔 与其交一只火鸡爬树 不如找一只松鼠 有这么一句谚语 与其交一只火鸡爬树 不如找一只松鼠 这句话用到人才招聘和选拔上 真是在贴切不过了 招来一个不合格 或者不符合要求的人 培养起来不但费时费力 还往往难以奏销 因为人的某些层次特质 确实难以通过后天培训 来加以改变 反之 找到一个对的人 可能一下就事半功倍了 根本不需要你耗费太多时间和心力 但是火鸡固然令你懊恼 黄鼠狼则可能让你悔恨不已 因为前者只是成事不足 能力低下 后者却是败事有余 品德低劣 如何来更精准地 有效地对他们进行甄别和评判呢 个体内在的人力资源 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知识和技能 另一类则是潜力和潜能 知识和技能是相对容易评估的 且比较容易通过培训 加以改变和提升 潜力和潜能虽然可以改变 但确实会难很多 需要选拔测评和教练来提升 所以 人才评估选拔真正的难点 恰恰在于对其动机 性格和特质等潜力的评估与判断 潜力是什么东西呢 包含哪些要素呢 高潜力人才的核心特征 是指能够帮助他们 在将来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因素 这些因素应当是相对稳定 且不容易被培养和改变的 追根溯源 若想取得某项事情的成功 无非是两个条件 一是想去做 二是能够把它做好 我们要能够做好某件事情 无外乎为人和处事两个方面 为人涉及人际潜力 处事则与思维潜力有很大的关联 具体来说 主要包含以下要素 一 动力 二 思维 三 人际 动力是一个人的内在驱动力 涉及行为的发端和持续 是非常关键 却又难以改变的 这里提炼出三个因素 分别是责任意识 成就动机和权力动机 责任意识指的是遵守规范 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责任意识的行为锚定等级 级别负一 逃避必要的工作 级别零 只做一般性必要的工作 级别一 完成规定内的动作 级别二 完成超出工作说明书规定的工作 级别三 承担远超过要求的工作 如果招人的话 我们希望找到二这个级别的 至少是一这个级别的 三不奢求 负一则是坚决抵制的 零一般也不考虑 二 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是一种以高标准 要求自己力求取得活动成功 为目标的动机 高成就需要者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 喜欢有挑战性的目标 努力了不一定成功 可不努力会让自己很惶恐 二 不依赖偶然机会 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 高成就需要者 一般不喜欢寄托于运气 或者冒太大的风险 三 渴望及时反馈 能比较快地看到自己努力后实现的效果 真正优秀的人在内趋力方面都是非常强的 他们的关键特征或行为往往包含了主动性 高目标 坚持不懈和持续改进 主动性 指的是不用别人督促 自我激励 高目标指愿意接受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 而不是自己限制自己 坚持不懈 遇到困难不经意放弃 积极尝试 努力付出 持续改进 对工作质量精益求精 不断想方设法 优化流程和方法 比如学习时 你是只想着考试通过就行 还是真正钻进去 不断提升改进呢 那么怎么来对别人进行评判呢 其实也不难 以简历为例 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出来 一 整体外观不行 乱七八糟 错别字连篇 说明他责任心和成就动机弱 二 教育背景好的肯定会有优势 当然 并不是毕业于一般大学的就一定不行 这就得看他的成绩和实习情况了 如果这些方面很不错 也可以进一步考察 这个就需要进一步面谈来评估了 谈什么呢 兴趣焦点 目标定位 时间安排 过往业绩 聊聊他的兴趣爱好 如果他聊的都是娱乐明星八卦 那十有八九是成就动机弱的 喜欢思考 看书 学习的 一般成就动机还是比较强的 聊聊他的目标 理念和追求 这个虽然会变化 但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 看看他的时间安排 一天的时间都花在哪了 看电视 追娱乐八卦 小道消息 还是学习工作呢 最后 看看他过往的业绩 参加了哪些活动 做了哪些事情 取得了什么成就 其中有哪些困难 是怎么来应对的等等 那有关权力动机 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下一集 咱们接着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接着上集的内容 来说权力动机 权力动机 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试图影响他人 和改变环境的内趋力 权力动机强的人 主动影响 控制 或引导他人 却不愿 也不容易被他人 主导和控制 权力动机弱的人 则不愿强求他人 不愿与他人 产生权力之争 所以 他们带领的团队 规范化程度 可能偏低 做事效率也不高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 行为锚定等击法 来对权力动机 进行评定 级别负一 个人化的权力 争权夺利 无所不用其极 级别零 不发号施令 没有表现出影响 或劝导他人的意图 级别一 表现出权力意图 但未采取相应的行动 级别二 采取单一行动 进行劝导 级别三 采取多个步骤的行动 施加影响 级别四 采取复杂的 经过策划的影响策略 权力动机不一定是坏事 适度的权力动机 对个人的晋升 和组织的发展 都有好处 但是个人化的权力 会给组织和他人 带来伤害 怎样来评判 一个人的权力动机呢 看他的管理和领导经历 有没有相关经历 什么样的相关经历 这个相关经历 不仅仅是领导职务 只要是带领一个团队 或组织都算 包括非正式的 如一次调研 一项活动等 第三 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 重在了解 他在领导和管理过程中 面临哪些问题 他是怎么想的 怎么做的 从中看他的言行 和思想 第四个是结果 从两个方面来衡量 一个是团队氛围 另一个是团队业绩和成果 第二项 思维潜力 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 来评估思维潜力 这五个方面分别是 好奇形 快速反应 洞察力 精细推理 和创新思维 为什么是这五个方面呢 这其中也是有逻辑的 好奇心其实就是 愿不愿意思考 如果一个人 根本就不愿意思考 那思维潜力 肯定高不到哪去 快速反应 涉及我们思考时的速度 同样一个问题 有些人半天反应不过来 有些人十几分钟 甚至几分钟 就能想个大概 洞察力是思考的准确度 你想了那么多 但都是瞎想 把握不住要点和关键 那有什么用呢 精细推理 则是我们思考的深度 到底有多深多细致 创新思维 就和我们思考的 广度 灵活度 和创新性有关了 针对每一个维度 可以进一步细化 对于一个人思维的 考察和评估 我们可以借助测试 或问答来进行 其实公务员鄙视 和很多大企业的鄙视 就属于这种 包括言语理解 数字运算和逻辑推理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 问一些思维性的问题 来评估 比如通用性的问题 一 你觉得智商重要 还是情商重要 二 你觉得人脉重要 还是学习重要 那关于专业性的问题 一 怎样才能有效地 进行人才选拔 二 绩效体系 怎样才能搭建完善 三 企业人才培养 为什么很难见效 再来说第三大项 人计潜力 什么样的人 比较容易被人认可 尊重 让别人心甘情愿地 接受他的领导呢 答案是 有清晰的自我认知 善于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 能够感知他人的情绪 和想法 为人处事 稳重 且富有影响力的人 人和人的关系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 适度利他 尊重和照顾他人利益 只有这样 才能换取别人的认可 与合作 这是人际关系的内核 仅有这个还不够 有些人本身挺好的 但经常让人感到很烦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同理心 不懂换位思考 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都搞不懂 让人郁闷 另外 能比较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应对压力也很重要 最后 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 能否说服影响他人 既团结又鼓励 这可是领导力 需要具备的 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关于利他和同理心 又该如何理解呢 下一集 咱们接着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上集的内容来说 第三个人际潜力当中的 利他 利他指的是 给予他人方便和利益 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分级 基别负一 基别负一 损人不利己 因为正常人 因为正常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利益之心 能够在照顾自己利益的同时 关心和考虑别人的利益就足够了 切不可有过高的奢望和要求 否则 反倒可能被蒙蔽 使得伪善和狡诈之徒乘序而入 二 同理心 同理心是人际沟通的基础 不同的人在人际敏感上 和对他人的倾听与理解上的表现 是不一样的 级别负一 以自我为中心 经常冒犯他人 级别零 不关心他人感受和利益 级别一 倾听耐心理解 级别二 有回应的倾听 级别三 采取行动 提供协助 一般来说 滔滔不绝 随意打断别人 没有耐心倾听 和用心理解的人 多半同理心不足 这种人 也很难真正和其他人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 情绪稳定性 情绪越稳定越好 一个频繁冲动 却又经受不住压力的人 的确很难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 脱颖而出 我们可以利用压力问题 将应聘者置于一个充满压力的情境中 观察他的反应 以对其情绪稳定性 应变能力等进行考察 压力问题的设计 往往会遵循一定的套路 诱敌深入 制造陷阱 发现矛盾 攻其不备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一般在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呀 看书 看电影 运动 最近在看什么书呢 管理方面的书 书名叫什么呢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情绪稳定性的行为锚定等级表 级别-1 很容易就情绪失控 级别0 避免压力和诱惑 级别1 反应冷静 级别2 有效管理压力 级别3 让别人也冷静下来 还有些是对应聘者提出质疑和否定 故意找茬 典型的问题如下 一 我觉得你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你自己觉得呢 二 你周围的朋友发展的都挺优秀 而你现在还在找工作 对此你怎么看 三 你要求的薪酬太高了 我觉得不符合你现有的能力和经验 四 影响力 影响力指的是 对别人施加影响的能力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分级 并进行描述界定 级别-1 一味地顺从别人 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 意见和需求 级别0 从不发号施令 故意回避要求别人 级别1 给出指示并监督 级别2 应用奖程和管制 影响与要求他人 级别3 面对冲突 解雇 绩效不佳者 实际上 在职场中 回避人际冲突 害怕面对冲突 太在乎别人 没有控制余的人 很多情况下 是当不了好领导的 他们带领的团队 往往也是规范化程度 和效率都比较低的 以上就是高潜力人才的 关键特征 小结一下 动力 内在驱动力 包括责任意识 成就动机和权力动机 思维潜力 包括好奇心 快速反应 洞察力 精细推理和创新思维 人际潜力则主要包括 利他 同理心 情绪稳定性 和影响力 如果一个人 有强烈的成就动机 追求卓越 那就算得上是人才了 如果他不但有 较强的成就动机 还有不错的思维力 那就算得上是将才了 能够在某一个领域 独挡一面 如果他还有较强的人际影响力 有魄力 有胸怀 能够凝聚人心 那就是帅才了 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 用一句话来概括 人才选拔的核心 与其交一只火鸡爬树 不如找一只松鼠 当然 切不可引来了黄鼠狼了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